陈毅元帅一直对自己要求十分严苛 为此,他曾说 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 越是地位高,越要以身作则 越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1949年,陈毅担任上海市长不久后 组织上为了照顾陈毅年老的父母 便把他们接到了上海 在与父母亲团聚后 陈毅心里自然十分欢喜 星期天时,他便会带着父母在上海市内游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陈毅工作越来越忙 他没办法陪父母出去玩 为了父母的安全 便也不让他们随意外出 就这样 陈毅父母亲在上海住了三个月 见儿子,儿媳工作实在是太过于繁忙 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 便主动提出要回老家 在得知父母的想法后 陈毅并未做过多的挽留 1950年初冬的一天 陈毅把父母送到了客轮上 临别时,陈毅计风趣又认真的对父母说 我们来个约定好不好 一,不得随意动用公车 二,不要借用我这个市长的名义外出办事 这可是支持儿子的工作呀 文言 陈毅的父亲哈哈大笑道 你放心吧 老子终生不给你丢脸就是了 在此后的日子里 陈毅时常惦念着父母 1954年 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从上海被调往北京 没过多久后 陈毅便把父母接到北京中南海居住一段时间 陈毅父母在北京住着时 心情十分舒畅 但对儿子,儿媳的关心也越来越深 见他们工作繁忙 陈毅父母不忍心让他们在忙完后 回家还要照顾自己 与此同时 陈毅父母已经七十多岁高龄 也有落叶归根的想法 1957年 陈毅父母再次向陈毅提出要回四川老家的要求 见父母态度坚决 陈毅元帅点头答应了 临别时 陈毅元帅笑着对父母说道 别人都很尊重你们 把你们当作革命老人 你们这次回去 我又想到三条 不知道能不能行 陈毅父亲点头道 好,说给我们听听 一,回川衣食住行全部自理 不惊动当地政府 二,做普通的公民 不惊动邻里 三,坚持原则 不为亲友的无礼要求牵线搭桥 听到儿子陈毅的嘱咐 陈毅父亲答应道 应该,应该,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很快 陈毅父母便回到了四川成都 在那里 随行的工作人员按照陈毅与父母的约法三章 帮助陈父陈母在成都兴隆 同向租下了两间平房住 那时 无论是成都市委还是军队的领导 吴毅仁知道陈毅元帅的父母在成都居住着 1959年 周总理途经成都时 点名接见了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言 在交谈过程中 周总理突然问道 陈老总的父母在成都 你可知道他们的情况 文言 贺炳言这才知道陈毅的父母已经回到了成都 当即派人前去询问陈毅元帅父母的下落 找到陈毅父母居住的地方后 贺炳言亲自带着工作人员前去探望 在交谈中 贺炳言注意到陈毅元帅父母的住房过于简陋 破旧 临行前 贺炳言一再向陈毅元帅父母叮嘱道 老人家 你们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 我一定保密 绝对不会跟陈老总说 这一点请你们务必放心 在看望完陈毅元帅父母后 贺炳言赶忙向周总理进行了汇报 当得知陈毅元帅父母一切都好 唯独住房太过于破旧后 周总理当即下了一道命令 给两位老人换一处住所 务必要好好照顾陈老总一家 特别是父母亲 很快 贺炳言便让陈毅元帅父母 住进了半截巷的一家小院子里 之后的几年里 只要有空 贺炳言总是会去看望陈毅的父母 不仅为他们送去生活必需品 还给予了他们关怀 这也让陈毅的父母深为感动 1960年7月1日 贺炳言将军逝世 当陈毅元帅父母得知此事后 不顾年老体弱 亲自来到贺炳言将军的灵堂上 扶官痛哭 沉痛吊咽 1963年5月 陈毅元帅母亲去世 当陈毅元帅得知这一消息时 正准备前去访问越南 虽然伤痛不已 但无法回家奔丧 在经过深思熟虑后 陈毅元帅给家中写了一封信 以寄托他的哀思 并在信中提出了对后世的安排 我已积600元做母亲后饰料理费 又每月积60元给父亲做开销 全国仍在克服困难中 望本次不再要省力补贴 否则承蒙格外照顾 于心不安 望大哥 三弟 三姐 恕秋不要怪我 在母亲去世后 陈毅元帅对父亲更加挂怀 1970年12月 89岁高龄的陈父病逝 彼时 陈毅元帅因身患重病 住进了30亿医院 当他得知父亲去世时 十分难过 这时 陈毅元帅已经连握笔写信 都十分困难 但他还是提起笔写了一封信 并委托妻子张倩给家中会去安葬费 在信中 除了SY 陈毅元帅还提了三点要求 第一 本着节约减土制精神从事 二 父母原租用工价的房屋家具 四颗退还工价 三 原借用之物 应向机关管理人员 一一清点 办好交纳手续 以免遗留漏洞 纵观陈毅元帅的一生 他始终用自己的行动 谱写共产党人连结自律的篇章 Stop 云美元帅